最近緬甸軍政府 真的也把全世界給惹火了 但是不可思議的是 我們說他射殺無辜老百姓就算了 可是手段越來越兇殘 竟然在大街上把人活活燒死 這什麼魔鬼政權 我跟你說二十一世紀 還出現這種屠殺 那個一般平民老百姓的事情 這個真的是 這個閩昂來真的是屠夫 你知道嗎 恐怖耶 對啊 我就跟你講 三月二十七號那天 剛好是緬甸的軍人節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們軍人節那天 你看閩昂癌 還對他全國人民發表一個宣言 他告訴你說緬甸軍方 要支持老百姓爭取民主 而且他會繼續保護人民 話一講完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們那天白天閱兵 晚上晚宴你知道嗎 還晚宴 對 而且更誇張的 他那天閱兵對不對 晚宴你看 哇還放煙火 有沒有 現場灌溉雲集 你看他還穿著白色禮服 打著領結 正式場合才會這樣 那個外套上面還掛滿了 所有的勳章你知道嗎 還走紅地毯你看 這根本就是在慶祝什麼大事一樣 可是你知道嗎 你看這個慶祝活動的話 好像歌舞昇平 好諷刺喔 對 可是你知道他閱兵結束之後 他白天幹了什麼事情 那一天緬甸是最血腥鎮壓 屠殺老百姓的一天 你知道嗎 他們那一天 軍警殺了多少緬甸老百姓 殺了一百一十四人 裡面還有包括五歲的小孩子 你知道嗎 五歲的小孩 對 我就跟你講說 你看他們那一天 據這些外媒的一些報導 還有一些民眾他們講的 你知道嗎 他們那天屠殺 故意這些軍警之後 先到一般民宅 老百姓家裡面給你放火 放火之後 你知道很多人聽到那個火勢出來 他們是出來要滅火嗎 一出來之後 所有的軍警躲在車子後面 對著這些老百姓開槍射擊 天啊 而且更誇張 沒有理由 他們在怎樣 因為他們還不大敢說明目張膽 衝到每一個人民宅家裡面打 所以在故意放火 讓這些人 老百姓出來 一出來之後在外面 就跟打火把一樣 而且打了之後 很多人竟然沒有死 是受傷 他竟然什麼 軍警還把這些人 拖到一個廣場裡面 全部集中之後 泼氣油用火燃燒 把他們活活現場 這樣當豬燒死 就讓他們活活燒死 所以那個時候 據他們講說 現場是尖叫 絲毫 傳遍整個鎮裡面 什麼樣的烈慾 為什麼他們要用這麼悲慘的方式 做你知道嗎 為了就是要殺雞儉猴 所以他們就講 你看現在畫面都打馬賽克 為什麼這些人是被火活活燒死 那個畫面實在太恐怖了 你看 可惡了 所以他們講說 這根本就是一個國定殺戮日 真的 活的人把他燒到剩白骨 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看白天閱兵 還口口聲聲講說 他要為老百姓 保護老百姓 為老百姓爭取民主 幹的另外一方面 就是這種畜生不如的事情 對不對 天啊 一個緬甸兩個世界 而且接下來更誇張 他們隔天 因為他們所謂緬東地區 有所謂的那個客輪族人 他們客輪族就是 幫助這些示威的民眾 提供一些物資或怎樣 而且他們還曾經跑到 那些軍警的基地有沒有 去偷他們的東西 去搶他們的槍械出來 為什麼 他們就是為了說 你不要再把這些武器 拿來殺自己的老百姓 好啦 那我們再講 那其實那天閱兵的狀況之下 有沒有 竟然還有八個周邊國家 竟然派人去參加 他們的閱兵跟晚宴 你知道嗎 這些人就是你看 幫兇 對 而且其中有一個國家 叫做俄羅斯 他們竟然派了副部長佛明去 你知道嗎 還受勳 你看 他們就講說 被人家問到說 你是不是支持這個緬甸軍政府 屠殺老百姓的行動 他才說沒有 我們是因為長期跟緬甸軍政府 有所謂的合作關係 可是對這種老百姓的死傷 這種狀況有沒有 他們也是感到很憂心 那跟他們講啊 不要再殺人啊 感到很憂心 我就跟你講說 其實現在全世界都一片 在抵制緬甸的活動 包括你看美國他們賣藝代表處 戴琪那天就講 美國立即暫停與緬甸 所有的貿易往來 對不對 直到緬甸的民選政府回歸為止 所以你看 可是人家就講說 美國抵制沒有用嘛 雖然還有十二個國家的 那個國防部長 聯合發表聲明 告訴你說 他們對於這種殺害平民 老百姓的行動的話 予以譴責 對不對 而且他們也自行經濟制裁 可是說真的 像俄羅斯這種國家 他們在聯合國裡面常任理事國 還有另外一個國家 大家不要忘記 中國 對不對 聯合國裡面所有抵制 抵制緬甸的所有的決議 有沒有 都照中俄兩國 全部把它否決掉 所以根本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項在聯合國裡面 通過的法案 好啦 那我們也看到一個很感人的事情 就看到這個世界小姐選舉 這個時候 緬甸這個候選嘉莉 有沒有 叫做Handlight的 有沒有 他就在現場就招過講說 希望大家呼籲國際社會 能夠幫幫緬甸 因為他講說 有超過一百個人 在要失去他們的生命 他說當我站在台上的時候 有超過一百個人 正在失去他們的生命 已經失去生命 他講的時候是3月27號 可是直到今日為止 緬甸失去生命的 已經超過450人了 太誇張了 所以你看這個怎樣的一個屠渣 他是希望說我們急需社會國際的緊急資源 他很高興說能夠藉由這個機會 能夠向世界傳達說 緬甸人的呼聲 好那我們再講說 緬甸這個持續會不會下來 其實有一個觀察重點 因為緬甸還曾經講過說 他如果在民選政府出現之後 選出來之後 他會交出他的軍權政權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要到六月 六月看看 緬甸來他的軍權到時候是不是會退役 就知道說緬甸軍政府是不是還會繼續控制緬甸的政權 我們現在看到講新疆緬 講帛琉 講緬甸 這三個地方都涉及到地緣政治 都涉及到產業 然後也會涉及到這個人權 或者意識形態 或者價值觀 那美國現在對中共有一個基本的立場 就是要中共遵守國際行為規則 那從這裡出發 你會看到他為什麼敢去純心踩中共的紅線 等於說給他刺激的籃 中共說你不可以談新疆 西藏 香港 臺灣 然後布林肯一坐下來就偏偏談這四個 這個叫純心踩紅線 那中共當然就受到刺激了 然後就演變成戰狼外交 然後就演變成愛國秀這樣子 那現在看起來地緣政治的熱點之一 就是新疆 我先講一下 中國的海上的地緣政治要衝 兵家壁政治地 東邊是臺灣 西邊新疆 那個是陸地上 海面上是臺灣 這兩個地方如果被封住的話 他就真的慘糟糕 所以我們現在看新疆其實很重要 雖然他那個地方好像是沙漠 還很不少沙漠 其實新疆也是他的核基地 世暴的基地 他現在種棉花好像是農業對不對 對 其實棉花跟稀土都是原料 他用來做其他的那個工業加工 做其他的產品 那我們現在看緬甸 他有幾個重要的地方 第一個他是中共習近平推 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的地點 馬來西亞那個緬甸過去 孟加拉灣 印度洋這邊 然後就像剛才已經提到 他那個腳飄港變成說石油跟天然氣 登陸以後從陸陸管線運輸到後方的 那個雲南進入中國 就是省掉繞那個馬六甲海峽南海 臺灣海峽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重點 再來一個就是稀土 這個戰略物資 就是中國是稀土大國 但是他跟緬甸進口的大量的稀土 大概有九成是的那個稀土 都從緬甸進口 他在加工這樣子 不過這個東西呢 因為稀土的那個戰略地位 美國有對策 美國把中國大陸之外 最大的稀土廠商 澳洲的那個萊納斯 找到德州去 讓他重新啟動美國的稀土生產 所以呢 稀土這個武器 被很多大陸的專家以為是一個 一個武器 對付美國 其實不會有用 下一個就是 餅店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選舉弊端 因為軍政府上臺的理由是說這個選舉 的確有問題 譬如說他們的那個少數民族 羅興亞族 好像一百五十多萬人 不能被投票 不能不能去投票 不被允許投票 這個當然是會有問題 所以軍方是以選舉弊端 當然不只這個 還有其他 他認為這個選舉無效 他宣布這個無效 所以他接管 那接管這怎麼下臺 怎麼怎麼結束這一場 那就一定是要修改選舉規則制度 之後重辦選舉 重辦選舉以後選出來 只要是合法程序選出來的民選政府 軍方沒有理由再去政變 所以到最後 他的收場一定是重辦選舉 重辦選舉之前 一定要把選務弊端 譬如說甚至於包括計票機 或者選票怎麼送怎麼運 這些東西要做好準備 然後只要緬甸重開選舉 那拜登就有壓力 因為拜登就是受到選舉弊端的 這個疑慮的那個陰影 還有這個心理鏡頭有這個陰影 說不定從緬甸傳回美國 美國也是檢討選舉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然後來說不定重辦選舉 所以這個是緬甸為什麼 這個很微妙 他既是地衡政治 也是有形跟無形的地方 這裡都有 然後現在講屠殺 屠殺很明顯 當然就是違背人權 所以新疆也是因為人權問題 那這裡面都反映出這些軍政府 集權專制的政府 他不受制約以後 他在壓力之下 還是在緊急的情況下 可能就不管了 顧不了那麼多了 就衝過頭 緬甸的這個案例 他會對東南亞形成一個示範 緬甸其實是東南亞的最最西邊 在過去就是孟加拉印度 那所以緬甸發生的事情 東南亞國家都看在眼 都在都在看 從泰國馬來西亞這邊都在看 那所以呢 大家發現怎麼樣 大家發現中共真的不遵守 國際行為規則 從貿易 從人權 從這個外交方面都是這樣 就是說你想怎麼樣 就是中共的態度 就蠻橫腔硬 然後你看到這個 這個硬是插手別人的內政 然後這個緬甸這個案例 會讓整個東南亞起變化 本來新加坡 菲律賓可能還在搖擺 要站美國這邊 還是站中國這邊 緬甸這個案子 就會讓這個地緣政治起變化 中共原來的響火 我們剛才提到 他是就是表面上 臺灣在做外交爭奪戰 其實我說是第二島鏈爭奪戰 是太平洋控制權的爭奪戰 那這個東西 就是美國現在倒過來 就是他本來要壓制美國 在西太平洋 包括南海在內的霸權 那所以他要把東南亞南海收歸自己的 這個叫什麼 叫中國版的門羅主義 就是美國說門羅主義 就是美國說這個南美 中南美洲是我的地盤 歐洲強權不要進來 現在中國一樣的概念 就是要東南亞南海 是我的勢力範圍 你美國不要進來 所以美國一定會在南海 還有東南亞這邊緩急回去 緩急回去穩住正腳 那緬甸這邊的操作就是在影響東南亞 這個地緣政治 讓這個東南亞這個跟南海這邊 跟中國的影響力脫鉤 這是另一種脫鉤 所以緬甸的這個事情 玩下來的話 他不單純是一個人權問題 不單純是一個選舉舞弊問題 他其實也影響到整個地緣政治的結構 就是美中對抗 要讓中共在南東南亞的影響力脫鉤